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 全球各地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葉思銘 兩岸大事國際震驚 軍事脈動深度剖析打開視野 節目開始歡迎嘉賓 首先歡迎前資深外交官 借文吉大使 思銘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台北市議員侯漢廷議員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還有軍情與航空網站主編 施少偉主編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晚安 好 觀眾朋友 今天節目一開始 我們趕緊來看到的是 這一場美國總統大選 終於正式的塵埃落定了 確定川普成功再次強勢地返回白宮 現在我們看到各國領導人 大家都急著要跟川普 發出他的恭喜賀電 而且大家最關注的 就是來自於中俄領導人的祝福 結果第一時間 確實我們都沒有看到 中俄領導人有說些什麼話 不過先看到是中國外交部他說了 一切遵循外交的慣例 克里姆林宮則是只是說 美俄關係現在正在處於歷史的低點 因此普丁他並不打算向川普道賀 沒有想到這個態度 似乎出現了大轉變嗎 我們看到時間才隔一天而已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就出來說話了 他看俄羅斯總統不約而同 開始祝賀川普 我們先來看到習近平的賀電 內容曝光 他說祝賀川普當選美國總統 他還特別強調了 中美核則兩立 鬥則俱傷 呼籲雙方加強對話溝通要妥善的管理分歧 拓展互利的合作 再來看到普丁方面呢 他同樣的恭喜川普成功回鍋 他還大大的稱讚川普遭遇槍擊時 真的很有勇氣 他說啊川普就像是個真男人 而且他已經準備好了 接下來要跟川普來見面對話 當然畫面上我們看到非常多國的領導領袖也都出來喊話替川普表示恭喜 我們從公開資料現在來特別觀察 北京這一次官方發布的賀電速度是三屆美國大選中目前最快的一次 為何一貫講究戰略定力的習近平竟然也提前來祝賀給川普了 俄羅斯的部分剛剛特別提到了 原本克里姆林公說美俄關係差 後來普丁又對川普這麼表現熱絡 甚至上演英雄習英雄戲碼 怎麼回事 法師怎麼看 我想基本上大家都是為了自己的國家利益 這個世代富無私交 雖然川普常常講有私交 我覺得那是一個障眼法 他還是以美國利益為最優先 那這次他當選各國的反應當然是不一樣了 基本的考量我想都是考慮到自己國家跟美國的關係 現狀跟未來是如何的 那所以我覺得大家都表現各如其分 像澤倫斯基馬上就在他在那個X那個社交媒體平台上說 我已經跟川普打了電話 然後又寫了一大堆 兩國號如何如何的 表忠嘛 求援嘛 當然他以他的角色 他扮演那個角色 這樣子的表達也不算是讓人很突兀嘛 那事實上還有一些國家 像日本的現在這個直破帽說 要趕快希望在他就任之前就跟他見面 其實從外交禮節上這個是有一點點不太好的 因為現在美國總統還是拜登啊 你去見那個川普幹嘛 這個從外交禮儀上是對於現任者的不尊重 因為他還沒有正式交接 你急著就要去見那個當選人 就是說這個新人還沒取入房就已經把那個舊人丟過牆了 這種感覺 那就表現出他現在對未來的日美關係 還有他對這個 是碰到對自己現在日本的政治處境 是沒有信心的 所以這個各如其分 那我覺得普丁的講法 當然普丁會很歡迎拜登 因為拜登上來的話 普丁就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 他現在就看著你拜登怎麼表現 你自己在競選的時候你講的 你要跟這個普丁打電話 一個電話怎麼講 就可以把這個戰爭結束 那誰付代價呢 美國不付代價 那俄羅斯不付代價 那就是哲倫斯基 所以我剛剛說哲倫斯基 為什麼這樣子的 急切的表態 急切的這個 這個什麼 亡羊捕牢 那這個問題就變成就是說 中國大陸的問題我覺得 與其說習近平是一個賀電 我覺得也是很多事情 藉這個機會先跟美國下一個馬威 因為賀電不會講那麼多 講這麼多就很清楚 第一個就是說我先講好 中美關係 第一個三原則要互相尊重 對不對 要怎麼樣 要和平共處 要怎麼樣 合作共贏 這個不管你講 這是我先告訴你 第一個互相尊重 你在競選中講那麼多這些 對中國大陸 針對中國大陸 這些負面的話 那這句話就已經夠了 就告訴川普說 你講的話我聽到了 不過我告訴你 互相尊重 然後在後面還講到 這要管控分歧 你不管控分歧的話 你不是 不是我會如何如何 你美國要付出代價 因為合則兩立 對 那合作共贏是一個共同出處 所以我覺得習近平這個賀電 與其美其名是賀電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把你在競選中 還有你過去的做法 我一句話就先給你點破 你最好互相尊重 那我們中國的話就 在講的就說 你最好放尊重一點 就有這個意思 雖然是賀電 那我覺得就說 已經很清楚了 你 我準備好了 兵來降黨 水來吐煙了 那 這個 國一國之間 不要開玩笑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那當然就 說普丁來言的話 他當然是要跟這個 他一開始他也對 川普也沒有給好眼色 他叫他的新聞秘書 佩斯科夫就講了 他說 普丁不打算 跟這個川普打電話 致賀 原因是因為美國到現在 還把俄羅斯 當一個仇敵一樣 沒有把俄羅斯 當一個不友善的國家 你搞了一萬多項制裁 你跟我的敵人 所有他的武器 打俄羅斯 殺在戰場 殺俄羅斯軍人的這些武器 都是你美國提供的 那他怎麼可以 他要對他自己的人民交代 他怎麼說普丁 這個拜登一上來 我都沒有條件的 就跟你 這個 相互擁抱 雖然他知道 這個 這個 這個川普很想跟他擁抱 可是人家還是要把這個 這個 基本的立場要表清楚 那 講完以後 我覺得再由普丁 再來緩暇一下 顧及了立場 也顧及了現實的利益 所以國際間 是一個非常 現實的一個環境 大家要從自己的利益 角度出發 你就看出來 這一次川普上台 各個國家怎麼表態 不過有一些 有一些搞不清楚的 那最麻煩 我們就有一個外長 居然說 我們現在有一個在外交部 當部長的人 他居然說什麼 他說 要讓美國再次偉大 不能沒有台灣 我怎麼把這個話講 你是在警告嗎 你是在警告川普嗎 這算是一個 川普上台 你送給他禮物嗎 這種講法 我覺得 應該有人出來 趕快再澄清一下 不是那個意思 要不然 可能華府的人說 你是不是告訴我說 我雖然城市不足 可是我敗事有餘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個 這個 外交 一門藝術 真的高下利潘 我們再從當中 這個剛剛這個賀電 中國大陸對美國的賀電 來做美中關係的一個解讀 剛剛這個大使 已經幫我們解讀了一下 習近平主席 似乎在對川普說 就是你最好 放尊重一點 所以接下來中美關係 誰來幫忙破冰 有沒有可能是在中美之間 有做企業的這個馬 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 我們就來看 在川普這次當選的時候 他在海湖莊園慶祝自己當選 那馬斯克確實 當時我們看到畫面 他就站在他的旁邊 那川普也特別的感謝他 那這一位科技大亨 真的是為了這一次的助選 不遺餘力 他花了至少1.3億美元 那新總統才上任 1月20才會上任嘛 不過他的投資 現在看起來已經獲得回報 我們看到特斯拉的股價 6日大漲15% 包括馬斯克自己個人的禁止 在賬面上增加了 150億美元這麼多 他到底為什麼 這麼急於幫助川普 這個馬斯克 等一下請夏威哥來幫我們看 另外我們剛剛說了 馬斯克有沒有辦法 協助中美之間 來做一個更好的橋樑 做溝通 來化解分歧 你怎麼看 當然我看馬斯克 他這個是希望投桃報李 我覺得這是沒什麼好懷疑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 在事前 其實美國的算是這些 所謂的精英界 對於川普還有賀錦麗 哈瑞斯 其實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 你可以看到 其實在當初企業募款能力上面來說 哈瑞斯陣營有非常多的大企業 願意投資給他 但是馬斯克卻跟大家走一條不一樣的路 然後甚至你可以看到 這麼多這些好萊塢的影星 影射紅星等等 在這個投票前通通紛紛的跳出來 不管是某種程度來說 來表演站台什麼也好 等於說可以把哈瑞斯的競選氣氛 炒到很高 但是因為其實之前 川普因為一直受到這個 就是國會暴動的這個事件的影響 你可以看到 在幾乎所有的主流媒體上 看不到太多這個川普的聲音 但是為什麼川普這一次 能夠等於算是勢如魄竹的 然後而且讓大家可以算是 跌掉眼鏡的這樣的方式回來 我自己7月那時候去了一趟美國 其實我真的覺得美國的那個 雖然我去的是下午以後 這個度假勝地 但是你從它的這個 叫做通膨的這個情況來看對不對 你可以感受到 美國的上上下它其實非常痛苦 為什麼 這個有一天我跟一個朋友 我跟我日本朋友結束采訪回去 然後看到一個老美捧一個40寸的 跟著16寸那個大披薩很開心 那我們就問他說這個披薩16寸 聞起來好像多少錢 他說40$ 1,300塊台幣 對一個16寸的那個 好誇張 對1,300 雖然說OK 夏威夷是度假勝地 但這個價格也實在太誇張了 往前五六年 可能根本不可能有這種價錢出現 所以馬斯克的這個角度來講 他其實我覺得他在他整個這個 國內的這個電動車的這個銷售過程中 我覺得他一定感受到了這個美國人 現在相對來說不敢花錢的這個情況 然後那另外當然還有一點 如果說就美國自己政治裡面來說的話 因為現在馬斯克的這個生意 其實很多是屬於非常創新類的 也就是說他呢這個那個想法 還有他的這些一些他的這些產品 其實走在這個整個甚至法規前面 例如像自動駕駛 甚至你看他現在跟中國大陸合作那麼多 中國大陸現在連這個這個那個 無人駕駛計程車都出來了等等 我相信從馬斯克的角度來講 他未來也會很希望讓他的特斯拉 能夠有這種空中無人自動駕駛版出現 但是你看美國現在的這個法規 不太可能允許 所以就是說他會希望 這次我壓寶壓在川普身上 然後呢最後啊 你看川普在他選上之後 第一因為其實整個企業界裡面 大概就是馬斯克 給他的捐款最多嘛 那川普這個人性格又那麼明顯 有恩報恩有仇報仇的一個人對不對 那現在馬斯克對他有恩 當然未來馬斯克在這個美國商場 或是好這個他的特斯拉 想要做出更多好有那個超越 現有法規的這些生意的時候 川普一定會給他很大的支持嘛 這個就是投桃報李嘛 那當然你如果說看到這個北京 跟這個華府之間這樣的態度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特斯拉本身 他又是中國相當大的這個電動車的 這個供應商 也就是說當然你可以看到現在中國大陸 非常非常多這個電動車 品牌多而且產量很大 甚至於美國來說 你這個中國大陸的這個 這個電動車產能過剩等等 其實也第一也是影響到了 美國這個特斯拉之外 第二其實就是從這個特斯拉 現在在中國大陸的這個品牌形象 基本上還是屬於這種高端的這個電動車 就是說跟中國大陸自製的 這種電動車品牌的話 這個舶來品這個洋貨 就是感覺比中國大陸做的要高上一些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那自然他在中國大陸 這麼大的這樣的生意 而且他整個這個產業的這個供應鏈 也就是說他這個電動車 這個生產的這樣的供應鏈 很多也是仰賴中國大陸的這個供應鏈 來供應它的這些零附件所需等等 然後降低它的這樣的成本 所以他在中國大陸生意做這麼大 自然的中南海也不會不把它 不當一回事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但是我個人覺得 你說今天要拿馬斯克 來變成說北京跟華府 今天這個破冰的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我會覺得馬斯克 他可以等於算是一個助攻 或是能夠提供幫助的一個角色 但是真正這個川普跟這個習近平之間 有沒有可能破冰 或甚至於有沒有可能 這個把這個跟拜登時代的這個情況 做一個比較大的扭轉 我個人覺得還是那個持保留太多 而且其實現在這個情況 是對於川普來講 他算第二任期的對不對 雖然說我這一段時間 我一個最大的疑問是 川普他這個四年幹法之後 他還能不能再選一任 這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對 理論上大家應該都覺得不可能 而且但實際上 他到了他那個時候 我相信他那個年紀 應該也不太可能 但是不可否認的 也就是說如果說今天 對於川普來講 他已經是第二任期的時候 我覺得他對北京的這個態度 他會比較務實 而比較不會那麼的 非常的這個意識形態化 來處理這個問題 因為畢竟那個中國大陸 跟美國現在可以算是世界上 貿易量最大的這樣一個 往來這樣一個夥伴 你美國的確有可能可以透過 提高關稅 來這個限制中國大陸的 這個產品進口 但是這種事情絕對是 殺敵一萬 自損三萬的這種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真的還有在觀察 而且華府跟那個北京 也就是習近平跟這個川普之間 他們早就是認識 甚至於習近平還去過這個 川普他家嘛對不對 都都 所以也就是說 他們之間有直接的溝通管道 你說真的雙方 需要靠馬斯克來做破兵 或怎麼樣的話 我覺得這個可能性的確不大 好 不管怎麼說 馬斯克他確實這次是壓對保了 壓在川普身上 而且我們現在看到川普 他拿下了參眾議員 大家又覺得說 會不會以後都是川普說的算 當然了 還要參考的就是他的內閣 然後所以呢 大家現在也就在看說 未來這個川普 他的重要內閣有誰 目前已經有一位是確認的 首位重要的內閣 就是67歲的這位 畫面上我們看到 蘇西威爾斯 已經被指明了 未來他就是白宮幕僚 那也是美國史上首位的 女性的幕僚了 川普在這一次的選舉之夜 還特別感謝他 然後稱他做冰女 Ise Madden 好 不過 威爾斯他平常比較低調 大家很可能不認識他 我們來看看 如果他上任之後 接下來對於整體 對於川普來說 會有什麼樣子的 政策上面的影響 漢廷來幫我們認識他 這是一個赤裸裸的酬庸 競選的總幹事成為 白宮幕僚長 真的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那實際上 威爾斯是一個豐富的政治策略師 因為他過去來就是競選的經理 所以在2016和2020年兩次呢 也都擔任川普的 佛羅里達州的競選經理 所以對於呢 川普在該州的勝選 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那麼他主要呢 是以策略思維 以及呢選舉的數據 跟組織能力而知名 他也被認為是川普 在這一次勝選當中 很重要的助手和推手 能夠有效的管理團隊 控制川普的一些衝動的行為 報導所說的 但我覺得這樣是有控制住嗎 如果這樣就叫有控制住 可見不受控制的川普多可怕 好 那麼包含在這一次的 不論是這個賓州啦 密西根州 或者是威斯康辛州 等等搖擺州當中呢 也都說這個賓女呢 威爾斯也起到了 非常關鍵的作用 那麼川普也多次稱讚她 說她聰明 創新 而且受到普遍尊敬的人 好 不過當然我們要看的是 她的一些政治上的態度 她的基本政治立場跟川普 大部分都是一致的 包含她是一個保守主義的 所以主張要減稅 而且主張是強調個人的自由 小政府不應該給企業更多的干預 所以才能夠激發企業的創新 跟經濟的活力 那麼在社會議題上呢 一樣是採取比較保守的態度 支持生命權 所以反對婦女的墮胎 和一些傳統的家庭價值觀 這也都是共和黨傳統的一些態度 那麼在外交政策上面呢 她主張比較強硬的外交政策 特別是對中國大陸 或者是俄羅斯 也都認為這一些的對手 都必須要採取堅定的立場 那基本上都跟共和黨 共和黨或者是我們對於川普的認知 他的政策綱領 其實都是一致的 這也可想而知嘛 如果兩個人的政策立場差得太遠 根本就不可能走在一起 也不可能成為白宮的幕僚長 那麼未來他的政治影響呢 不外乎政策上的制定 推動相關的議程 他必須要去負責協調 各個部門之間的工作 那因為呢 他在選舉期間 就跟所有川普的競選團隊 本來也都保持了良好的關係 以及都有合作的經驗 所以放在未來的一個溝通協調的 幕僚長的角色 比較符合他的定位以及工作 那他可能會比較重點推進在一些 減稅啦 醫療改革啦 或者是移民政策等等相關的領域 再來內部的部分 他會負責白宮 內部的管理協調 確保政府運作的一個高效率 不過在政治影響上比較特別的 就因為他是一個女性的幕僚長 而且是第一位 所以也渴望能夠增加女性在政治上面的一些影響力跟曝光度 我們來持續看到這一場大選其實關注的大家看到就是接下來 俄烏戰爭是怎麼會發展 大家最關心現在 欸 澤倫斯基難道真的完蛋了嗎 川普會把澤倫斯基給賣掉嗎 大家都在看 我們先來看到這個沒選結果 底定之後 誰立刻出來說話 俄羅斯的國安會的秘書長邵伊古 好11月7號這一天 他特別出來呼籲了基輔盟友展開協商 停止俄羅斯對 來停止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攻擊 他還問說 欸 現在到底要怎麼做呢 你們是要繼續支柱基輔 讓烏克蘭的人民滅絕 還是你們終於要開始承認現實 開始和俄羅斯協商了呢 我們看到現在邵伊古等於跨出了一大步 那接下來川普當選之後 有沒有可能 因為大家知道川普常常是不可預測的 有沒有可能繞開烏克蘭 直接去找普丁商討俄烏和談 上任後他曾經說過 第一天他要解決俄烏烏戰爭 那短時間內代表俄烏戰爭會很快結束嗎 大使又怎麼解讀這場戰爭的發展 這場戰爭就是我想就是結束 烏克蘭失敗 這個只是指日可待 只是快慢而已 因為這個是川普重要政見 上任以後盡快解決俄烏戰爭 這場戰爭他講他形容是一場災難 他沒有講他是大加的災難 而且正因為拜登錯誤的政策 他正帶領著美國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戰 最主要就是這場戰爭 這是川普講的再明確無誤的事情 所以他的第一件事情除了就是說 要開始遣返這些非法移民 外面就是要結束這場戰爭 那這場戰爭說實話 我們就這樣說好了 美國手上的籌碼太多了 那俄羅斯也有很多籌碼 那只有一個人一個國家毫無籌碼 就是烏克蘭 所以要決定這場戰爭的最後的命運的話 沒有籌碼人是沒有發言權的 沒有籌碼完全沒有發言權 真正有發言權 就是今天拜登跟普丁兩個人 那他們可以找這個折倫斯基 也可以不找折倫斯基 我覺得基本上折倫斯基 如果他認得清楚情勢的話 他就不要添亂 他要不要在裡面添亂 添亂的話他可能就還沒有 戰爭結束之前他就下台了 下台了 這個你要知道在外交上談判很多時候 你不願意接受對不對 那你又沒有發言權 那就請你下台換一個人來 在今天烏克蘭 主張和平的政治人物多得很 隨時可以換一個把折倫斯基請他下台 那我剛剛說川普手上的籌碼很簡單 我今天武器不給你一個月看你打什麼 我今天這個停止給你發這個 這個給錢的話請問一下 你的這些軍工教的薪水誰發 這些就是根本就是顯而易見的 他手上太多籌碼了 折倫斯基我覺得是絕望的那 最後的命運就是 就是川普跟普丁兩個人決定 那時間的快慢而已 那這一場談判已經開始了 對不對 這個顯而易見 那普丁要的不只是俄物戰爭的結束 他還要美國撤銷 所以對俄羅斯的這種制裁 要讓俄羅斯 能夠恢復到戰前在國際社會的 跟美國的關係 這個也是普丁已經開口了 他叫他的那個新聞秘書 這個已經 這個已經 已經叫價了 所以我覺得公開叫價已經拉得很高了 那就是說私底下他們兩個人慢慢談吧 時間問題 那這樣戰爭是非結束不可 那不會隨著烏克蘭人民 還有更不要講 折倫斯的意願而改變 基本上他們就是 就是怎麼講呢 就是談判桌上的一塊肉 任憑兩邊的談判人來切 好 最終俄烏戰爭會由這個普丁跟川普 兩個人討論之後來決定 這是比較有可能 但是北約的部分有沒有可能來 有對川普有一些些的影響力呢 我們持續來看 這個烏克蘭總統 折倫斯基在11月8號 在這個歐洲領導人會議上特別強調 未來歐的關係真的很重要 一定不能夠斷絕 將會傷害烏克蘭跟更廣大的歐洲 再來就是看到北約秘書長呂特勒 這個時候我們就關心他的態度 也非常的特別 他就不斷的拉攏川普 他說我期待跟川普坐下來討論 如何應對這些威脅 呂特勒也特別提到了 這個北韓參與俄羅斯的戰爭 會對美國構成直接威脅 另外其他的國家有非常多國 11月6號這一天 包括了南韓美英法 加德義日澳洲 還有這個紐西蘭十國外長 也聯合發布聲明表示 北韓派兵援助俄羅斯 這是違反了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 我們現在看到是 澤倫斯基是否真的很害怕 美國跟歐洲鬧翻 你看澤倫斯基頻頻出來放話 另外一頭剛剛提到的 北約秘書長呂特 現在突然間把北韓這個事情 拿出來說是要說服川普 繼續支持烏克蘭嗎 這反而是他的一個籌碼嗎 漢婷你怎麼看 這是呂特的一個說服策略 他要告訴川普說 你看這個北韓現在很可惡 北韓俄羅斯中國大陸伊朗 連成一氣都會威脅到美國 所以你還是要繼續去力挺烏克蘭 試圖做出影響川普的決定 但北約或者是呂特 怎麼可能影響得了川普 怎麼可能影響得了共和黨呢 要搞清楚誰才是主人嘛 對吧 哪有北約要求美國聽話 實際上是美國才能讓北約聽話 那目前最新的報導消息 是說川普跟共和黨內部的 一套最新可能的和平方案 是要求呢 烏克蘭20年都不要加入北約 然後呢簽了一個20年的和平協議 但20年內 美國會持續給烏克蘭軍事援助 首先這讓大家看清楚了 國際之間哪有所謂的自主啊 誠信啊或者是公理啊 只有強權嘛 美國過去多少年忽悠烏克蘭 我會協助你加入北約 開打了之後呢 就通通都作廢了 現在更是直接說了 不準就是不準 那麼要不要加入北約 理論上是烏克蘭和北約成員國 內部的事情啊 結果我們都知道 就是美國可以一國說了算 並且來做出決定 那麼這個方案 俄羅斯會不會同意呢 當然不會同意 為啥 這就好像現在一個大人呢 打了小孩 把小孩給打倒了 突然這個時候 美國跑過來 誒這個 別動 這幹嘛呢 不是說要爭取和平 而是20年之後 我先把這個小孩帶走 對吧 我給他吃好 我給他喝好 然後我給他武裝力量 我給他訓練 20年之後再放回來 那你覺得這20年之後 烏克蘭會不會繼續找俄羅斯復仇呢 而且他經過了所謂的各種的軍事訓練 經過了北約的武裝力量 會不會再找俄羅斯幹架呢 當然會 所以20年對我們常人來看 可能是很長的時間 可是對於國與國之間的競爭 20年所謂的和平協議 就是給予烏克蘭休養生息的緩兵之計 俄羅斯只要不是一個蠢人 他一定都知道 現在給你休息20年 20年後指不定你怎麼樣來報復我 怎麼樣來攻擊我 可能攻擊得更凶 力量更強大 20年後我俄羅斯會不會比現在更強大 那也不知道 所以呢一定是不可能接受的 那麼現在呢 因為先前川普的副手萬斯曾經說過 就是將現在雙方的軍事區域 直接轉變成為非軍事區 所以你可以看到 拜登也趕快撥給烏克蘭的軍費 然後呢 俄羅斯的戰事也在持續的進行當中 大家都希望進一步的擴大戰果 那等待最後假設有所謂的一個談判 或者是停火的條件 那麼大家都是固守著既有的戰果 來維持住 所以在可預見的方案 或者是談判來臨之前 那目前俄烏的戰事只會持續進行 好確實喔 現在俄烏仍然在持續的第一線 持續的攻擊喔 那進一步 大家都希望能夠擴大戰火 尤其剛剛我們特別提到的 北韓參戰這個事情 持續的在進行當中 那目前的戰果如何 我們來看到紐約時報的報導 說北韓軍隊 確實是已經正式投入在俄羅斯境內的 庫斯克跟烏軍交戰了 那傳出現在已經造成大量的 北韓的士兵死亡 而且烏克蘭方面 他的武裝部隊總司令 色爾斯基 他也做了一個統計 大家知道嗎 他們在庫斯克這個地方 已經打了一共是三個月的時間 他在這個時間 突然間統計了 在過去三個月的一些戰果 那他就說了 一共是造成了 俄軍損失的人力 達到了20842人 再來就是在武器方面 也造成俄軍有很多的損失 包括畫面上我們看到 他說有54輛的坦克 276輛的裝甲車跟他的火炮 還有這個火箭 多管火箭等等 好 之前曾經傳出 北韓會派出他最精銳的這個 暴風軍團援二 現在看起來 他的戰力好像真的不如大家 所想像這麼好耶 那瑟爾斯基為什麼在這個時候 突然間來公佈他的戰果 這樣就能消滅 外界本來一直在罵說 烏克蘭你出兵 這個庫斯克根本就戰略失敗 他是為了這個目的 所以這時候做統計嗎 邵威哥怎麼看 對 他當然這個時候提出 這個俄軍的這個損失 那當然是烏克蘭單方面所宣稱的 那到底實際上 到底是有多少 這個你要說 這個戰場戰報 這個可能 大家也沒有辦法去核實 不過當然我們這個地方 也注意到北韓士兵 投入在這個庫斯克地區的 這樣的戰鬥 而且現在看起來的確 傷亡頗為慘重 其實說真的 這一點也不意外 為什麼呢 就是說當時這些北韓士兵 一開始投入戰鬥的時候 我姓名也想說 這些人將來如果有人 能夠活著回去北韓對不對 那其實韓國人要傷腦筋了 為什麼 因為這些人會在戰場上 吸收非常足夠的 現代戰爭的這樣一個經驗 那這些北韓的士兵 你可以看到 我那時候也看到一些 這個畫面出來 就是這個俄軍的 不 烏克蘭軍隊 這個無人機 就飛到這個北韓士兵的頭上 然後就好久以前 丟了幾個流彈下去 就炸死一票人 為什麼 因為其實北韓他們這些士兵 過去所受的訓練 或在這個北韓 他們的這樣一個 習慣的這樣一個戰場 那個狀態呢 跟烏克蘭本身 是非常的不相同 第一你可以看到 北韓它原先的這個戰場環境 在跟南北韓接壤的地方 都是山地 樹林 但是在這個庫斯克地區 是一個非常大的這樣一個平原 然後呢 而且雙方 蛙圓這樣非常多的戰壕 北韓的這個軍隊 完全沒有在這種 現代高 這種無人機 威脅下的這個戰場上 運動過的這樣的經驗 跟這個作戰能力 所以你就看到 像那個影片上 一堆北韓兵聚在一起 兩顆榴彈 就把他們放倒超過一半以上 那甚至於我們也看到 這個烏軍有這個照片 看到地上一個已經陣亡的北韓兵 他就拿著他的這個身份證件 然後那邊看 也就是代表就是說 這些北韓的士兵 其實雖然說他們在北韓 可能受到非常良好的這個訓練 但是並沒有辦法 能夠在烏克蘭這個戰場上 真正跟烏克蘭打 但是我覺得就是說 如果再加上其實 俄羅斯的軍隊 把他們丟到這個庫斯克戰場前 他們也並沒有一個 非常充分的訓練 也就是說 並沒有告訴他們說 現在戰爭你在這方面碰到什麼 然後碰到那個 無人機該怎麼樣應對 其實甚至於你看 連俄羅斯自己都應對的不好 所以這個時候你說 好北韓士兵出來在這個地方 蒙受這麼大的這樣的損失 死了那麼多人 我一點也不覺得意外 不過當然了 接下來這個狀態 也就是說 現在俄羅斯之所以 會用到北韓的兵隊 丟到這個庫斯克戰役上 其實也顯現了一件事 就是俄羅斯的這個兵員 也開始潰乏 當然我相信烏克蘭的情況 可能更嚴重 但是至少 現在川普上來之後 在這些國際 這樣的一個形勢 大為改變這個情況下 其實我也真的很希望 惡物衝突能夠 趕快劃下一個休止符 謝謝少偉哥 好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好 這一節我們要特別來關心的是 美中之間在軍事上面的競爭 特別我們要來看到的是 今年9月份10月份 當時中俄大家還記得嗎 試射了他們的洲際彈道飛彈之後 現在最新傳出的消息 我們來看到美方的部分 也有最新動作了 美軍選在11月5號這一天的 晚上11點01分成功的 目前從畫面上看到 從加州這個地方 發射了一枚他的 無彈頭的義勇兵三型洲際彈道飛彈 抵達的就是馬少爾群島的飛彈防禦試驗場 這一次這個總飛行 達到了6760公里的一個路程 根據了解這款飛彈 號稱它的射程是可以達到14000公里的 是美國現役核三位一體的陸基型的打擊 我們看到在中國的部分 才剛試射了東風飛彈 俄羅斯則是有它的亞爾斯24飛彈 美國現在是有樣學樣 也要跟著來一起試射飛彈了嗎 那我們今天要來特別來關注 就是這一型義勇兵三型 號稱他的射程 剛剛說了嘛 14000公里左右 不過這一次的試射只有達到6000多公里 解放軍先前東風飛彈9月份 飛的時候是12000公里 這樣子看起來氣勢 是不是稍微矮了別人一劫 大使怎麼看 我覺得他基本他試射的目的 美國方面訊息指出來 就是說他是隨機挑選 他基本上 美國這個義勇兵飛彈是非常多的 可是義勇兵飛彈 基本上是一個非常老舊的飛彈 那麼他講的是 從North Dakota的基地發射出去的 然後呢 他是從別的地方 用2000公里之遙運過來的 然後重新組裝以後進行發射 那麼他說美國空軍表說 這個飛彈這種試驗進行三百多次 例行性的 他要證明美國的核子威射力量是安全 可靠和有效的 那事實上的話 這些發射其實美國也是蠻謹慎的 因為這種老舊的飛彈 他既要證明它是有效的 因為外界常懷疑現在這個飛彈系統 尤其洲際飛彈系統 可能最老舊的系統就是美國這個義勇兵三型 對 非常的老舊 而且它的機動性是比較差的 因為它是都是在美國中西部 西部幾個州 大概有那個發射井 大概有450個發射井 那當然他說這次飛彈 它是用這個 它所謂的末日飛行器 從空中來點燃 讓它發出去 可是還是從地面上發出去的 那所以這個就是說 我覺得對美國來講的話 是測試這個系統的有效性 要證明外界的謠言說 這義勇兵太老了 當然美國的這個整個核子軍力的這個 系統它不是只有陸基的系統 美國有非常強大的空軍 它的這個 不管是這個B1 B2 這種長程轟炸機 它都可以攜帶核子彈頭 進行攻擊 然後美國的這個 所謂戰略核子潛艇 那就是說 這個從水下發射的系統 也是非常先進的 那另外一方面 因為美國甚至美國B52這個轟炸機 它也可以進行遠程的 所以只是說 美國測試一下 它這個義勇兵飛彈系統 讓大家知道 還沒那麼老舊 那可是跟中國大陸的這個 這個不管是東風31 東風41 它的發射基地是機動性的 都是固體燃料 那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我覺得美國在這個方面 應該是相對是比較落後的 好我們看完這個美中 在飛彈上面的一個比較 我們再來看看空中 在運載這些核彈 總需要這個轟炸機 那我們今天要來特別看到這款 就是最新型的 逆中轟炸機B21 突襲者它的這個戰力 等一下會請校尾哥來幫我們看 這一次終於首度被攝影師拍到了 就在空中 那傳出這款飛機 它未來可能會擔任 第六代戰機的一個任務 主要原因就是什麼 因為美國空軍發現了 現在美軍的六代戰機 實在成本太高了 所以呢要來暫緩開發 那所以五角大廈 現在把腦筋動到B21了 說要擴充它的一些功能 包括在無人機寮的共同作戰 還有說逆中穿越敵軍的防空系統 可以進行這個對地的打擊 我們看到第六代戰機難產 現在拿這個核戰略的轟炸機來湊數 到底可不可以 那對於B21來說 它要負擔的是第六代戰機的作戰任務 這樣子走的道路到底正不正確啊 夏威哥怎麼看 其實當然這個東西 大家好像 再加上因為馬上 珠海航空展要開始了 然後大陸最近在這個珠海航空展 雖然還沒開始前 已經用各種先進戰機 這個抵達 還有甚至於他們做這個預演的 這樣一個安排 那好像感覺 感覺中國大陸的這個航空工業 的確是非常蓬勃發展 對比之下 不過但是也必須要說 逼兩腰這個轟炸機 其實當然我們剛剛講的 珠海航展本來這次 大家最期待的是中國大陸的轟20會不會出來 但是現在確定 轟20目前看起來還是這個 在可能在研發或是測試階段 並沒有決定要拿來這次 珠海航空展 反而你可以看到 美國的B21轟炸機 我們很多朋友現在開玩笑 因為前陣子不是很流行拍彙星嗎 大家說這個艾爾普蘭彙星 Airplane彙星 對 這個艾爾普蘭彙星 大家經過證實是B21 那B21它的這個特色呢 的確 第六代戰機非常的昂貴 那但是美國現在有數量非常龐大的 這個第五代戰機 也就是說它的這個F35 目前已經交進了這個1000多架 而且其中最大的這個使用客戶 是美國空軍 所以對於這個第六代戰機的美國來講 就是說它的急迫性 反而還不如就是說 它現在這個戰略轟炸機 對嚴重老化的這個問題 也就是說美國如果未來爆發 下一場現代化的這個戰爭 可能是跟大國 類似像俄羅斯或者是中國大陸 這種等級的大國 要是發生軍事衝突的話 美國的轟炸機其實數量相當相當的不夠 那以這個 因為你如果說今天你要對對方 至少在這個戰略上 進行大規模攻擊 這種戰略大規模攻擊 不是二戰時 去把你整個這個這個那個城市 去做大規模的都更 不是這種玩法 是把你這個重要的這個軍事戰略設施 就加以集穩 那這時候美國其實現在唯一夠 能夠用來對大國進行作戰的轟炸機 其實只有那20架的B2轟炸機 數量非常少 而且根本基本上來講 20架這個B2轟炸機 效益也非常有限 所以這次美國他們決定要這個 由B2為基礎來開發B21這個轟炸機 很大的原因就是 那在於B2轟炸機 它本身在逆中性能上的這個優越性 然後呢再加上 雖然說它這個B21 感覺是B2的這個減裝 或是降階版 但是它在這個執行這種長程任務的時候 它的這個巨大的這個 載彈吸行量等等 還有透過包含可能那個 那個設計良好的 這樣一個空中加油的 這樣一個過程中 的確可以好 給好它的這種大的這種對手國 再來帶來比較大的這樣一個 戰略這樣一個攻擊能力 而且再來另外就是說 他們現在規劃上來說 B21這個轟炸機在做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好 這個構思到這種無人機型 也就是說它這個B21轟炸機 未來有可能會變成說 一架的B21有人轟炸機 帶個兩到三架的 這樣一個無人的B21轟炸機 然後它由這個 戰術的資料鏈 控制這個無人的B21轟炸機 進到危險的這個前線裡面 去執行任務 而讓那個有人的B21轟炸機 在後面就類似擔任這個 戰場網路作戰 這樣一個制定 或說是作戰管制的這樣一個角色 這的確是跟過去的這個概念 會非常不一樣 而且因為現在以這個戰略轟炸機 數量來說的話 美國它有B52跟B1 這些東西如果在未來面對大型的 或者說更強的這種 國際衝突的時候 如果是應對一個大國 俄羅斯或中國大陸這種等級 這種量級的對手 這種轟炸機其實都已經派不上用場 所以美國現在急需要用這個 B21轟炸機 原因就這樣子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 比較先進的設計 而且其實雖然說 大家說你這個B21轟炸機 沒什麼了不起 又不能超音速又不能幹嘛 但其實過去B2轟炸機 它的用法就是比如說利用黑夜 然後進到你的這個領空 雖然說B2轟炸機看起來很大 但其實它的雷達反射結面積非常小 而且現在像比如說中國大陸 他們針對這種所謂的 逆宗戰機所開發的反逆宗雷達 就是你逆宗戰機 像以戰術戰機來說 中國大陸這種反逆宗雷達 證明是有效的 但是當初它這種 反逆宗雷達的科技術 在研發的過程中 其實美國當初在做B2轟炸機的時候 就已經料到如果將來有人開發這種雷達 我B2轟炸機要去如何應對 所以反而現在變成說 這種反逆宗雷達 對於B2轟炸機 或B21轟炸機的效益 目前來說是還沒有辦法得到證實 是不是有效與否的 所以變成說這個東西反而是 美國為了要維持它空軍 優越的這個空權力上面來說 它現在必須要在這個階段去全力生產 然後配屬部隊 因為它目前至少需求就已經達到百架以上 而且美國方面認為說 如果它能夠在這個第六代這個戰機 研發出來前 然後在先制打擊上 能夠達到這樣的效果的話 他們甚至考慮一下增購 原因就在這裡 好 不過如果真的很不幸的 美中俄這個大國之間發生的這種戰爭的話 我們要看到就不會只是空中而已 這個會涉及到是整體的海陸空 包括在美中在核子軍上面的較勁 我們先來持續看到是中國大陸的部分 當時九月份試射它的這個東風洲際飛彈 那近期現在傳出了 轟二零可能現身在珠海航展 大家也非常期待 海上的話 096前艦傳出已經裝上了巨浪三的飛彈 今年中國在核三位一體的打擊能力 我們看到現在都有突破了 如果來對上美國的部分 它的下一代 大家關注的就是它的洲際彈道飛彈 LGM35哨兵 現在說要等到2029年才能正式的服役 怎麼看接下來美中在核子軍力上面 的一個較勁小長 漢妮你怎麼看 我先從最簡單的核武器的數量做對比 中國大陸雖然它從來沒有公開過自己的這個數量 但是根據美國國防部或一些科研單位的研究 大約可能有五百多枚的核彈頭 那麼而且都已經被認為是有具實戰能力 那麼美國或一些學者就會抨擊 你看哇那個中國大陸好可惡啊 怎麼搞這麼多核子武器啊 但是美國自己呢 其實大約有五千多枚的這個核彈頭 而且也都是處於實戰的部署狀態 那部分是作為戰略的儲備 所以呢武器的數量 絕對值來看 美國目前是領先的 那麼第二我們來看一下 和三位一體的打擊能力對比 美國當然是擁有非常成熟的 這個三位一體的核武器庫 包含我們講陸基的洲際彈道飛彈 然後呢海基的戰略核潛艇 以及呢搭載的前射的彈道導彈 空機的戰略轟炸機還有配備的核航彈等等的 都構成了美國強大的核威懾還有打擊能力 對 那麼大陸呢在這核三位一體當中啊 也是不斷的在加強進步 陸基方面就是我們所熟悉的 就是東風系列的彈道導彈 海基方面呢我們這邊也看到了 就是也搭配到了巨浪3 那麼空機方面呢 轟六的轟炸機 或者呢是我們講說轟二零 也都有一定的核打擊能力 雖然呢在跟美國相比上整體 可能還是有一些差距 但是大陸正不斷的努力 來完善這整個核三位一體的打擊能力 再來第三我們看到的是 核武器的技術和發展趨勢對比 美國呢在核武器的技術當然嘛 因為他們這個比較領先 一直呢都是處於比較優先的地位 它的核彈頭呢是比較小型 輕量然後高爆炸威力 強防止干擾技術等等的特點 那美國也在不斷研發一些 比較新的技術裝備 那麼中國大陸呢 當然它在核武器的技術方面 也不斷的在進步和創新 雖然目前跟美國比 還有一小段的差距 但不斷的加大一些投入跟研發 努力提升核彈頭的小型化的水平 和抗干擾的能力 不好意思有點這個口急了 那而且呢也在不斷發展自己的 反彈道的一些系統 提升整個國家的綜合實力 當然我們最關心的就是 你有了這些武器之後 你的政治意涵是啥 美國呢一直都保持著先發制人的目的 也是維持它全球霸權的重要手段 那麼中國大陸呢在發展的時候 相對而言更加的謹慎和克制 也是保持一種自衛跟防禦的一個核政策 是為了更好的保護國家地區和人民的安全 好 謝謝漢婷 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好 我們持續關心呢 美中大國之間的博弈爭霸是在全球不斷的延燒 現在呢要來爭霸的就是拉丁美洲國家了 我們先來到最新進度 這是來自於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8日說呢中國大陸的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會出席 接下來他會在本月11月份喔 13到17號在秘魯參加APEC領袖會議 並且呢大家也在關心 欸接下來美中之間會不會有跟拜登總統來召開 拜習會備受關注 不過這當中大家最關心最關心的 絕對是這一次習近平他還會傳出出席的是 在大陸參與興建的這個前凱港深水港的啟動喔 會掀起的就是中美之間在拉丁美洲的這一場角力大戰 為什麼說可能會成為一場角力大戰 因為前凱港它的位置來說 跟戰略地位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 它的小檔案帶觀眾朋友稍微了解 它是由大陸國企中國遠洋海運集團 在2019年當時開始正式的開發興建的 那打造的就是南美跟太平洋之間的一個重要運輸樞紐 也是大陸呢在拉丁美洲具有指標性的一個 一帶一路的建設 投資金額35億美元 換算新台幣一千多一百多億喔 總吞吐量也非常的大 達到一百萬個標準的貨櫃箱 中遠說了前凱港在11月份 一旦它正式的開始啟用之後 就會有一條直通上海的航線 之後根據需求這些貨物就可以運到亞洲其他地點 而中國當然了 現在我們看到中國步步的進逼 這個是讓美國方面也非常的緊張 美國的南方司令部司令理查森警告 前凱港它具有深水跟戰略位置的優勢 中國可能會用來做軍事用途 會為美國的安全帶來一些風險 前凱港在正式建成之後 我們看到從南美可以直通上海的航線 正式開啟南美通向亞洲的門戶 對於中國跟拉丁美洲來說有什麼重要的意義 我們請漢廷來看 先不要理美國怎麼說 美方的說法那叫標準的遺靈切斧 就是反正中國大陸幹什麼事情 肯定都暗藏壞心眼 說大陸的所有港口都有軍事目的 也不是第一次了 過去說斯里蘭卡的巴基斯坦的 柬埔寨的莫山比克的 就中國大陸投資的港口 通通都有軍事目的 但實際上這麼多年來有嗎 也通通都沒有 如果認真要講的話 其實我們高雄港也被陸資掌握在其中了 難道民進黨也是向大陸投降嗎 看起來好像也不是這麼一回事 那麼我們當然要來看到的 就是前海港它的經濟意義 第一個當然是在貿易的促進上 更加拓展了市場 因為能夠達成一個直通上海的航線 為中國和拉丁美洲之間的貿易 搭建了更便捷的海上通道 那南美它有豐富的農產品跟礦產品 那中國大陸有大量的工業的製成品 那巴西為例 那巴西本來就是全球重要的鐵礦石出口國 所以前海港的存在 當然就可以大量的降低運輸的成本和時間 讓鐵礦石往中國大陸運輸更加高效 促成雙方更加大的貿易 而且也能夠使得整個供應鏈更加的優化 以往的運輸路線可能要繞路轉運 那前海港當然它的直達航線 就能夠減少這些不必要的物流環節 提高了貨物運輸等等的時效性和可靠性 那再來就是對於中國大陸來說 它的資源獲取也就更加的強大了 因為從南美洲的非常多能源和原材料 石油 天然氣 銅礦等等的 那所以前海港的建設 對於中國去獲取這些資源 也就更加的便利 降低了資源採購的成本 那當然在政治上的意義 主要就是加強了和南美國家的合作 因為本來它就是中國跟南美國家 友好合作的重要體現 也是一帶一路的延伸倡議 它是一帶一路在拉丁美洲的重要項目 所以更加展示中國大陸 它積極的跟南美之間的一個交好 而且在建設過程當中 跟秘魯還有當地的一些政府之間合作 也會促成雙方在其他的更多領域的一些交流和寫作 那當然這也會衝擊到 美國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勢力跟影響 所以這也才導致了美方的一些無端的揣測和抨擊 好 所以美方非常的擔心 那美方接下來可能會寄出什麼樣子的一些策略 來挑戰中國 畢竟大家覺得說 中國是否已經挑戰到美國後院拉丁美洲 等一下我們請大使來繼續幫我們看 不過我們先來看到現在前海港它的目標 就是說未來是它要叫做拉丁美洲的新加坡 在這邊的貨運 剛剛漢廷已經提到非常多了 那它的最終目標是未來增加到2.4萬個大型船舶 都可以在這邊 它有沒有辦法實現所謂拉丁美洲新加坡 就是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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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說今天的這個南美洲 跟中國大陸之間其實不可否認 彼此之間距離真的太遠 也就是說這個它希望能夠建成這個 南美洲這樣的新加坡 從技術上或是它的位置上來看 我覺得可以做得到 但問題就是說 今天你花了這麼高的成本 把它從地球的這個 另外一個半球的一端運到這邊來 是不是合宜 或者說是它可能 當然以中國大陸來說 它可能希望透過這樣一個基礎建設 然後讓中國大陸在南美洲的地位 又好像更穩固 但其實像比如說 美國南方司令說 這個理查生說 中方出資建這個秘魯的巨型港口 未來是解放軍海軍可以使用 但是其實你看 這個中國大陸本身來說 它今天並沒有一個像美國一樣 這個全球軍事部署的需求 中國大陸最核心的生命利益 基本上來講 就是它現在一路的這個海上絲綢 至於到中東為止 當然你說透過中東 到了這個 再經過非洲到南歐 然後或者再擴展到南美洲等等 的確也可以讓中國大陸 在外的這個商業鏈 能夠結合得更遠 但是如果說你說 中國大陸的這個軍力 就會透過這個港 然後深入到中南美洲的話 我覺得這個倒是有點 過於充滿想像力 因為其實對中國來講 它沒有這樣一個全球部署的 這樣一個需求跟前提 那它要讓它的軍隊 去使用這樣的前開港幹嘛 其實因為你看 在整個南美洲對中國大陸來說 並沒有這種 有任何這種領土 或是各種這樣的糾紛 或者它可能會讓它這個軍隊 海軍的艦隊定期訪問 但是你說要利用這樣的 這個前開港 作為它未來下一步 這個中國大陸 立足南美洲的這樣的軍港 我是覺得是想像力太豐富了 不過從這個 那個就是有點類似 像這個貨物集中 轉運中心的概念來看的話 的確也做得到 不過相對來講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 南美洲距離中國大陸 距離實在太遠 貨物這樣運輸成本 的確我相信可能並不大 主要可能還是中國大陸 要協助在南美洲的這些 夥伴國家的這樣彼此發展 所以這看起來是 政治上面的外交意義更重 於在經濟上面 因為成本相對高 所帶來的利益 那其實剛剛說了 美國就非常的擔憂 尤其是美國這位 南方司令部的司令 李查森 我們剛剛已經提過他了 他就是非常的擔憂說 中國會在這邊用來做 軍事上面的用途 另外他特別提到了說 之前中國也在古巴當地 建設 做一些新的建設 那主要就是要監聽美國 說這個是一個間諜戰 會威脅到美國本土 這兩項事情放在一起看 到底是否合理 大使怎麼解讀 覺得就目前為止的話 中國大陸事實上 對美國的這些軍事措施 都是一種防制性的 那不過也可以說 中國大陸建構一個深藍的海軍 那當然是要走上全世界了 那第一商業是保護自己的商業 這個商業這個海運的命脈 因為一個國家這個要能夠真正確保自己安全 要從源頭管理開始 不是只管本土 這個本土你的生命線 像中國大陸不管是這些原料 還有自己產品的輸出 大部分都靠海運 所以這個海上這個生命線的能夠維持安全 是任何國家都非常重視的 尤其有強大的貿易力量的國家 所以我覺得中國的深藍海軍 基本上第一個目的是 保障中國的海上生命線的安全 那不會隨意令人切斷 因為切斷的話可能能源也出問題 糧食也出問題 那中國的貨品也不能出去 那就被別人給切斷了命脈 這是中國海軍的最重要的 那第二個就是在戰略上 能夠反制美國對中國大陸的長期的包圍 那我認為走這個到南美洲的話 我想那個美國人想像力太豐富了 現在中國大陸戰略 應該是先從海令海 還有從這個突破第一島鏈